马上先为您插规则最新的消息了 日本的工程县呢 当地晚间时间6点09分的时候 发生了瑞士规模7点2的强震 这一次的强震呢 镇央是位在工程县的外海 深圆震度呢 是只有60公里 属于浅层的地震 而工程县呢 观测到的最大震度是5度 5度这个各地的现在呢 也是陆续传出了不同程度的灾情 稍早气象天也发布了海啸警报 估计海啸高达1公尺 除了工程呢 有5强的震度之外呢 岩手县还有仙台部分地区 也测到了震度5弱 至于青森县等地区也有震度4 此次的地震影响范围相当的广大 工程县已经传出了有2万户的停电 而宇川县的核电厂 暂停停机一侧安全 岩手县大船渡市呢 是已经紧急设立了69个避难所 东北新岸县也是全线暂停行驶当中 而首相关底也已经成立了危机管理中心 稍后呢有最新的灾情 外面也会紧接着随时为您来掌握 同样也是国际的焦点 冰岛西南部的雷克亚尼斯 那岛呢近期是四周 就发生了4万多起的地震 而首都雷克亚维克呢 西南方有一座火山 在台湾时间今天20号 是清晨在喷发了不断的流出了大量的橘红色的容颜 照亮了整个冰岛漆黑的夜空 还有民众呢拍下天空因为火山喷发 而逐渐染红的现象 鲜红的岩浆蔓延四处 跟黑暗中的火山形成强烈对比 还不断闪着红光 这番景象相当惊人 冰岛西南部雷克亚内斯半岛 台湾时间20号清晨发生火山喷发 冰岛夜晚的天空因为火山喷发而逐渐染红 漫天充滞的灰云仿佛出现世界末日的景象 本次喷发的法格拉达尔山 位在首都雷克雅维克西南方约30公里处 喷发熔岩覆盖面积达到一平方公里 约为200个足球场大小 附近居民赶紧开车远离 所有进出基克拉维克国际机场的航班 都被迫停摆 冰岛位在欧雅板块与北美板块之间 由于板块每年以大约两公分的速度 向相反方向缓慢飘移 因此冰岛经常发生地震 每年大约1000到3000起 不过光是过去四周 当地发生超过4万起地震 频率大幅增加 尽管冰岛的西象局表示 火线喷发对民众以及重要设施 没有立即危险 只不过如此频繁的地震活动 早就已经严重影响 当地居民的睡觉品质 记者叶利伟总和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